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引领潮流的台湾 台湾教会对于婚姻的定义 还是坚持一夫一妻 难道我们没有协商讨论的空间吗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高牧师来跟我们聊聊 欢迎高牧师 谢谢 那我直接就讲这个同性婚姻的问题吗 牧师可以先跟我们聊聊 圣经是怎么看待同性恋的吗 或者说有人解释圣经当中有出现过 嫣人兄弟之间的爱恋又是怎么解释呢 好 讲到同性婚姻 我觉得要先讨论婚姻 然后再讨论同性 圣经在讲婚姻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说 只要男跟你结合 或者是一个人跟一个人在一起 但是我想在圣经讲得很清楚 都不需要用允裕的方式来讲 直白的讲 圣经直白的讲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床也不可误会 因为狗和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这在西伯拉书13章所说的 这讲得很清楚 因为大家搞错的地方 对婚姻搞错的地方 不是两个人在一起 是两个人做了什么事情 那特别讲到这个狗和行淫的人 神必定审判 那必定审判在这个地方讲到 应该就直接讲到 他们在生命里面的结合是得罪神的 然后再讲同性 在罗马书第一章那里就讲到说 他们明明知道神的心意 却不把神当作荣耀祂 也不感谢祂 他们的思念变成虚妄 也就是说 男跟女 你必须要承认 男跟女是真的不一样的 不然你的身份证上面 到底要写男和女 你要报名参加世界运动会的时候 你到底男之主 女之主 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说有上厕所 但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你的器官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有一些好像 有一些两边都有出现的器官 那是怎么意思 但是我们现在讲 圣经讲到说 人跟人之间出的问题是 他们之间交合的问题 这是神所不喜悦的 圣经说 罗马书第一章这里所说 他们把女人的顺性的用处 变成逆性的用处 男人也是如此 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 欲火攻心 彼此贪念 难和难行的可羞耻的事情 就在自己身上 受这万为所当的报应 神在这个当中说的 这是得罪神的 必定要审判 所以我们先讨论这个婚姻的时候 其实如果是自然婚姻 那当然是将来对彼此的道路 但是神在这个当中讨论 婚姻是人人都要尊重 指的是性行为 男和男行的可羞耻的事情 就在这万为所当得的 事实上会得到报应 利未经直接就有说了 不可以男人苟合 就像跟女人一样 这是可正恶的 神会非常恨恶这种事情 所以婚姻这件事情 圣经讨论到神不喜悦 不是在讨论两个人在将来的道路 那是另外在讨论的事情 那个是讲到丈夫妻子的问题 对不对 这讲的是性行为的事情 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 圣经对婚姻还有刚刚牧师所说的 其实是之间的那个性行为的关系 但是有些人他觉得他天生生下来 他就喜欢同性 或者是后天的影响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 他们可能就是很喜欢同性 那这样的人他们适合进教会吗 有一些人在问 或者有时候他们会回应说 我有去教会 可是我就觉得我被排挤 我被霸凌 我被冷落 难道我喜欢同性 身为同志 神就不爱我吗 身为同志 难道就是一种罪吗 所以刚才还是回到性行为的问题来讲 不要说同性 异性 如果出了差错 神也是定他的罪恶 所以就性行为的一个偏差 性反乱来讲 同性跟异性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单纯来讲 同性有些人说 我天生就喜欢 这个真的无法去解释 我也可以认同 我也可以认同 那他们能不能来教会 说老师 我们教会就很多了 怎么会不能来呢 现在还是回到 我们不管是异性跟同性 都不可以在性行为上面得罪神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事情 还是不偏离这个犯罪的事情 而不是在同性能不能来教会 异性能不能来教会 那同性为什么会同性 没有能够知道 我也接受可能在倾向里面天生 因为我认识的包括亲戚 都有这种心情 所以我会去尝试去了解他们 但是同性的人 有时候他们也可以很优雅的生活 特别是艺术倾向 很浓厚的人 好像常常有这种情况 但是我可以观察到很多 这方面的人 他们蛮优雅的 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会接纳他 让他在这方面 在教会处得非常的好 就会到优雅 然后我们怎么改变他 我不知道 但是他必须要来教会 认识神 神会改变他 所以就交托 神会改变他的 但是如果让他都不来教会 定罪 那根本就是像那个心意的忽然 直接把他定罪 你不可以没有资格来 很像丢他石头 对啊 有时候他们品性比音信念得还好 还优雅 有时候我看到这些 舞蹈者或者是音乐者 他们是无法解释他们 会坦白说他们有同性的倾向 其实我心里面要做一件事情 欢迎你来教会 来认识神 然后在这些人群当中 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 你到底对不对 我们要花多点时间来认识神 然后他认识神之后 就在这个团契里面感受到爱 那个爱让他走向真理 不犯罪 只要他不犯罪 其实他都有机会 那什么时候改变 或者怎样 交托神就对了 这是我的心情 其实就跟很多异性恋者一样 重点不是他喜欢这个人 对还是错 而是他心里面 他想要的那个关系在神面前 到底是讨神喜悦 还是不讨神喜悦 所以刚刚高牧师也有提到 不是只有同性恋 好像会在性关系上面得罪神 其实异性恋很多时候 反而得罪神很多 最后我们想要 问问看高牧师 弟兄姐妹很多弟弟妹妹会问说 他们身边有很多同性的 喜欢同性倾向的朋友 他们很想要跟他们 保持很好的关系 可是每一次只要讲到 类似相关的议题 比如说谈恋爱 婚姻 你认不认同同性恋 这些 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对话 甚至在一个平行线 甚至有时候还会有一点 彼此生气的状态 就想要跟牧师来问问说 这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 人跟人相处的技巧 比如说 这个人天生就有这方面的毛病 身体的障碍或什么 你就偏偏喜欢跟他谈 这一方面的事情 就好像这个人秃头 你就偏偏喜欢跟他谈秃头 心脸不爽 对不对 对 没错 如果他有这方面的问题 干嘛一天跟他讨论这种问题 你如果知道他有这方面的问题 你就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 只要让他跟你 找到相同的神的爱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 时代会把人带到犯罪的地方 犯罪的地方 不管是同性恋或者异性恋 进入都叫做性放浪 都一样 你知道索多玛的时候 其实天使进入到里面 要拯救罗德的时候 一群人就是要把那天使交出来 我们要让他跟他苟合 你知道吗 这个已经不是 当然这个动作是错误 但是动作是因为整个城市 都在性放浪的那种 那种气氛当中 都是这样 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真理 所以我发现很多 你知道他有这个方面的问题 不要去触他的伤口 也许他也带着勇气才来教会 是 然后就让他知道 你来教会 我们很高兴你来 我们接纳他 我们接纳你 我知道你有这个问题 但是你还没明白的时候 我先不跟你讨论 我只让你知道我爱你就好了 我们接纳你就好了 很奇妙的 他在爱里面 圣经就读得懂了 圣经读懂以后 神会叫他 神就会改变他 神会改变他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 最糟糕的就是 你错了 你错了 这跟我以前传婚姻一样 禁话论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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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到后来 没有同学都不信主 吵架 一定是想要辩论这样子 对啊辩论 后来我慢慢知道 在神学院知道 唯一的根基就是定十字架耶稣 结果 后来我同学信主 我问他 你终于搞清楚 禁话论跟创造论 他说 不是 我不是因为搞清楚 我是因为发现我是罪人 他自己发现 需要十字架的句话 他PhD 所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辩论没有有 是 就让他知道神在你里面 改变祂的是神 让祂知道神也改变我 祂也会改变你 我的问题跟你不一样 祂改变我也会改变你 对 但是神都改变我们 真的 我们都是 真的有这种例子 对 很多 而且进不到教会 然后知道教会的人爱祂 不是指责 我们常常去触这个问题 其实至少麻烦 的确 所以问题是世界 我们不要让祂跑入世界世俗 性患乱在这世代里面 不只对同性和异性 都是一样 一搅和的时候 会发生更多的 支支节的比那个 LGBT这四个更多出来了 对 会生出更多的 更多的代名词 在后面 还加上一个Q 对 还有Q 还有Plus 这个所有说码 会不断的延伸出来 是 你最多最无上的 是 没有 我们好好在这里 享受阿佳佩 神爱我们就好了 万事都会改变 是的 谢谢牧师 其实时代变迁 文化进步 可是圣经的原则 不会改变 就像刚刚牧师所说的 那个是真理 就好像地心引力 它永远不会改变 不会因为我们人的诉求 或者是我们在宪法上 对它有任何其他的解释 地心引力 就从此不是地心引力了 所以或许有很多人期盼 教会能够因为爱的缘故 做出一些改变 然后跟上潮流 可是我们更要说 就是因为爱的缘故 我们更希望 不管你有没有同性倾向 你是异性的 或是同性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走进教会 刚刚牧师也有说 是因为我们需要耶稣 我们走进来之后 是耶稣的那一份爱 来改变你也改变我 我们心灵咖啡 下次见 拜拜